字幕志愿者 李宇柔 志愿 你不要管 我知道了 你已經到達那個 叫你的年輕人 看我是不是都說對了 據說台灣班底李宇柔 這個月消失在螢光幕前 原來她10月3日上廁所 上到鬼門關前走一回 因為腸子已經破掉 大便 跑滿全身 拉出李宇柔的腸子 除了紅腫還是紅腫 醫生對先生說 李宇柔活不下去了 95%會死 若她死亡就是這個原因 其實這10多年 李宇柔就為腸麻痺所苦 過去也曾腸爆開 不過這次她不僅再次腸爆開 還引發敗血症 詭異的是沒有發燒 代表身體已經放棄抵抗 醫生認為雄多吉少 但先生不放棄 痛哭流涕跟醫生拼命磕頭 肯求醫生不要放棄 歷經三次手術 目前李宇柔已曾加護病房 轉往普通病房休養 而觀察她整個人生 比八點檔還要曲折 現在是生三個了對不對 對 我很容易懷孕 可是我留不住小孩 忽然我有一天在錄影的時候 我錄到一半我覺得 好像有月經要來的感覺 然後我到醫院去的時候 一上去他們跟我說 小孩子留下來了 然後我就先兩個晚上 頭上腳下的躺著 讓他滑回去 滑回去以後呢 要做一個叫麥當勞的手術 那因為孩子已經夠到五個月了 他跟我說不能打麻醉針 我活活的這樣縫止 日柔用盡全力保住孩子 結果卻 這個孩子生下來會 雙目失明 而且腦性麻痺 但接下來還有什麼病我不知道 然後我的老公就跪下來 他就跟我說 我求求你放他走 我們沒有權利 決定他的人生要這個樣子過 我坐了推車那個輪椅 然後我就過去 我就說我是媽媽 我說你要記得媽媽 你一定要回來 媽媽很想你很愛你 你一定要回來 然後就斷氣了 第一個孩子不幸過世 李宇柔的第三胎 卻是罹患AADC 罕見疾病的兒子 全世界約120人到140人 罹患此神經疾病 其中台灣和日本病例最多 當時兒子被宣判 只能活2到3年 但夫妻不放棄各種偏方都是 我朋友叫我去找一個技工師傅 他叫我往巴黎的公墓方向去走 他說那邊會有人噴漆 你就去打那個檢骨濕 然後你跟他說 你要檢骨起來的那件衣服 然後你在家裡燒大桶水跟大臉盆來 你當場去接過那個檢骨的衣服 然後你熱水放下去 然後把小孩子放下去淨 咬三瓢 就做這些後來有用嗎 我兒子越來越退步了 然後技工師傅抱歉死掉 現在就讓李宇柔安心休養 可愛的兒子女兒還在等著她回家 如熱東新聞早日康復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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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